原来一些莫名其妙的身体反应都是刻进基因里的禁令 大部分人对蛇有天生的恐惧 原因是远古时期很多祖先死于巨蟒口中 还有很多祖先亲眼目睹过同类被巨蟒缠绕吞噬 导致这些恐惧被深深刻在我们的基因中 即使现代的蛇体型不大 我们看到也会从骨子里有不宽而立的恐惧 我们害怕支在脑玻璃的声音 是因为远古时期野兽一口咬住人的头盖骨 发出来的也是这个声音 牙齿与头盖骨摩擦发出的咯吱声 男孩子晚上睡觉会怕窗外有东西 女孩子怕床底有东西 因为远古时期男的一般睡术下 女生睡术上 雨天睡觉觉得安稳放松 是因为雨天食肉动物包括人都会被限制行动 午睡到黄昏时候的孤独恐慌感 是因为远古时代天黑之前还没和大部队会合的话 是要没命的 如果你觉得某人身上的体相特别好闻 是因为你们的基因比较契合 后代遗传疾病可能性比较低